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們要倒了嗎 店面晃一圈很錯愕 燈光昏暗 收服梯外拉紅龍 南港家樂福營業長達三十年 突然貼公告宣布暫停營運 民眾路過全停下腳步多看眼 全台北第一街 南港家樂福內部做調整 八月八號開始暫時說拜拜 何時重新開幕還沒定案 多年老主顧捨不得 就是少了一個購物的地方 周邊住的環境的話 就是這幾個地方 跑內湖又太遠了 很方便啊 對啊 南港然後車站什麼的 所有東西都超方便的 這邊它完全什麼時候在開 我們真的是不曉得 考量策略整合 老店不得不調整 家樂福早在六月初砸三十二億 確定併購頂好和旗下傑森超市 晉升為全台第二大通路 零售市場競爭 家樂福併購後 除了原先大型賣場 頂好掌握中產階級 以身先為主 傑森百貨傾向金字塔頂端 整體客群範圍廣 而全聯全台超過千家門市 還是穩坐通路龍頭 深入社區專攻家庭主婦 主打價格最便宜 家樂福併購了頂好跟傑森之後 它其實更能夠深入社區 以最便宜作為利基 消費者其實對這樣的一個訴求 還是沒有辦法抵抗 通路排名洗牌 雖然每連設備擠到第三 但可以買散彈 散米 類似加碼店還是有優勢 超市量販形態有差 靠併購提高市占率三強競爭 三菱雄 胡柯強增加宣 台北報導